近年来随着网路媒体的蓬勃发展 人手一击就能够轻松的获得资讯 但是在繁杂的贴文当中 有许多消息是难辨真假的 因此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特别带领学童深入媒体的世界 辨识讯息的真假程序 举办了媒体素养营 以话中有话作为主题 希望透过游戏学习的方式 让学童们都能够培养出正确的媒体试读能力 小朋友拿起报纸简简贴贴预设主题 刚起了一日报社总编辑 有的同学做的是体育新闻 但也有同学专门是以奇闻怪事做主题 为乐听人打造一份独特的报纸 对体育蛮有兴趣的 也欣赏被拍的放在报纸上面 然后就觉得我以后是不是会变成这样 我就想说我们要不要试一下 然后把它放在报纸上面 这些图片是都很奇怪 该怪人很有趣 就这样把它贴上去 在网路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 假讯息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为了带领学童深入媒体世界 辨识讯息的真假程度 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来到了画人国中 以画中有话为主题 举办围棋三天的媒体素养营 我们定了一个主题是 让孩子成为打假英雄 因为我们常常介绍太多的讯息 那在讯息中会太容易习惯很自然去转传 可是其实我们不一定会去察觉 到底事实真相是什么 像现在时下比较流行的是狼人杀 还有一些解谜推理的内容 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些东西 套入媒体素养的主题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 原来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很贴近我们的生活 那更有趣的方式去学到如何去查证真相 那其实现在媒体试读的能力 在国中来讲是12年国教里面 很重要要交给孩子的一个重要的能力 所以我们学校里面就是把校定课程 也把阅读加入我们的校定课程里面 我们在课堂上教 但是没有让孩子亲手体验做 那很谢谢台湾师范这一块 可以带着我们孩子来做亲手的体验 这个部分我想对孩子非常有帮助 华林县记者学会理事长梁国荣 也亲自到现场与学生分享 多年来他跑新闻的实务经验 期盼学员们在三天的应对当中 可以透过游戏学习方式 更认识到独立思考的意涵 那我们从学新闻的这个学习 到现在在社会上实际在做采访 其实我觉得对台湿大的学生 或者是华人国中的学生来讲 其实我觉得有四个字要跟他们分享 就是独立思考 懂得独立思考 其实对于分辨假新闻 或是对于这个新闻的延伸 或者在转传这些资讯的时候 究竟它的真位如何 我觉得那是更加的重要 长期推动媒体素养教育的 师大教授陈炳红他表示 媒体素养教育必须从小开始 希望借由这次营队 能够强化数位新世代 媒体素养的能力 也让孩子们学习 如何做一个有智慧的阅听人 台湿大媒体素养灵赞 借徐立琴既然相报道